時間會有一個很可愛的胖叔叔 要講的故事給大家聽喔 所以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胖叔叔出來好不好 好 來 我們歡迎胖叔叔 耶 麗澤姐姐 各位老師 小朋友大家好 胖叔叔好 哇 有偶戲可以看 對 小朋友也可以用家裡的小動物偶 也可以演故事喔 真的熟熟就可以啦 今天呢 胖叔叔在偶的這個單元呢 這故事要準備一首幸福的歌曲 還有一個幸福的故事 首先就請小朋友 老師 我們一起站起來跳一首歌 我們站起來 動動你的手腳 幸福的孩子愛唱歌 轉手 拍手 為了要按摩 唱首歌 4.1韓鐘 4.1韓鐘 歌曲 5.1韓鐘 提彈 4.9韓鐘 3.15韓鐘 5.100韓鐘 5.0韓鐘 2韓鐘 6.4韓鐘 6.3韓鐘 6.5韓鐘 5.6韓鐘 6.1韓鐘 5.4韓鐘 8韓鐘 就像是一首歌 大聲唱 大聲鼎 唱出自由 心情就變得好快樂 插腰點腳 幸福的孩子 唱著幸福的歌 啦啦啦啦啦啦 珍惜美好的時刻 我們一起唱 幸福快樂的歌 成快樂的孩子 愛唱歌 準備打拔 打一擺 吹彈琴 打拔 打一擺 吹笛子 打鼓 太陽 燦爛天空好新鮮 花朵開滿各種顏色 忽然聽見 一群小白鴿 一群小白鴿 咕嚕咕嚕嚕在唱歌 忽然明白 幸福是什麼 幸福就像是一首歌 大聲唱 人打拔一擺 人家還值得 心情就變得好快樂 插手點腳 幸福的孩子 唱着幸福的歌 啦啦啦啦啦 珍惜美好的时刻 我们一起唱 幸福快乐的歌 幸福快乐的孩子 爱唱 再打四次吧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一次 幸福的孩子 幸福的孩子 唱着幸福的歌 啦啦啦啦啦啦 珍惜美好的时刻 我们一起唱 幸福快乐的歌 幸福快乐的孩子 爱唱一遍 幸福的孩子 唱着幸福的歌 啦啦啦啦啦啦 珍惜美好的时刻 我们一起唱 幸福快乐的歌 幸福快乐的孩子 爱唱着幸福的孩子 幸福快乐 幸福 小朋友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做幸福呢 举手 请 快乐 快乐拍拍手 很快乐的感觉就叫幸福 喂 请说 很快乐 你也赞同拍拍手 熊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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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有一个大姐姐 很好听的声音说 一定要幸福哦 熊宝宝一听 一定要幸福 为什么一定要幸福 什么是幸福呢 她就去问妈妈 妈妈 什么叫幸福 为什么一定要幸福 妈妈在忙就说 哎呀 熊宝宝 妈妈现在没空 你先自己去看电视 待会儿妈妈忙完 再跟你说什么叫幸福 可是熊宝宝很好奇 他就很想知道答案 也是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熊宝宝就趁着妈妈 在做饭的时候呢 他就先出去 想要找找看 到底有没有其他人 可以告诉他 什么是幸福 好 他走啊走的 走到了一个地方 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朋友 头上有两个白白的大耳朵 走起路来 有什么动物 小兔子 小兔子 对 就是小兔子 小兔子在那边很快乐 熊宝宝就说 小白兔 你好快乐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的幸福很简单 就是有一种我很喜欢吃的东西 小朋友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红萝卜 红萝卜 对了 我最喜欢吃红萝卜了 有红萝卜吃我就很幸福 真的吗 那我一定要试试看 你可不可以给我吃吃看 好啊 好啊 你吃吃看 熊宝宝就把那个胡萝卜拿去 你觉得熊宝宝会不会喜欢吃 他的表情就是这个样子 好色哦 都不甜不甜 谢谢你 熊宝宝你的熊 红萝卜好像不太幸福 对我来说 谢谢你哦 那我要再去找其他的幸福了 再见 再见 于是熊宝宝就吸吸了小白兔之后呢 他要继续问其他的朋友 有没有适合他的幸福 他走啊走的走到了一片草地上哦 然后听到了这样很可爱的声音 蜜羊 对了 你们会不会学绵羊叫 很好听哦 绵羊的爸爸怎么叫呢 绵羊的爷爷怎么叫 如果绵羊小绵羊今天感冒打喷嚏 怎么叫呢 我们来学学看 绵羊在那边 正在很快乐很快地低头 不知道做什么呢 绵羊哦 然后呢熊宝宝问 哇 小绵羊你好可爱哦 你在干嘛呢 你到底什么是你的幸福呢 小绵羊就说 我的幸福就是低头吃青菜 好啊 只要有青草我就很幸福哦 哦 真的哦 那我一定要试试看哦 熊宝宝就低头开始吃草了 好吃 好吃哦 不好吃 不好吃 我不幸福 谢谢你羊妹妹 你的青草好像没有幸福的感觉 我要再去找了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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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找到幸福 哇 羊妹的也不适合他 他就继续再走啊走的 嗯 熊宝宝他会不会放弃呢 不会 它一定要找到 他早就突然听到空中有很好听的声音哦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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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小鸟 小鸟 诶 对了 到底小鸟他的幸福是什么 我们先来拍手请小鸟进场 哇 好大一只哦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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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中飞 这时候呢熊宝宝抬头看 哇 小鸟你飞得好快乐 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你们觉得小鸟的幸福是什么 飞来飞去 对了 我的幸福啊 就是可以飞得高高的到 去看很多很多的地方 真是太好玩了 这么好啊 那我一定要学你一样飞 熊宝宝怎么学呢 他就开始爬到了树上 爬到了树上之后呢 他把他的手张开来 然后呢 这是我的翅膀 我要准备飞了 一 二 三 屁股好动哦 不幸福 不幸福 飞不幸福我都飞不起来 这时候小女孩在旁边笑他 然后熊宝宝一直哭 这时候跳来了一只很可爱的 我们念一遍 蟋蟀 蟋蟀 这个很 它会不会叫 它声音很大声 很会唱歌 刚好跳到了熊宝宝的鼻子上 你怎么了 熊宝宝你干嘛要哭呢 我刚才要学小鸟飞 可是摔了屁股好痛哦 变了小蟋蟀 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我的幸福啊 就是唱歌啊 很快乐哦 真的啊 那我也要学习一下 我不知道唱歌会不会给我幸福哦 那我要唱什么呢 熊宝宝想了半天 他决定要唱《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不好听啊 不好听 我也觉得不好听 熊宝宝觉得唱歌不好听 不太适合它 口又很干 不想唱了 谢谢小蟋蟀 我要去喝水了 于是熊宝宝就走啊走的 走到了一个小河边 要来喝点水 就在喝水的时候呢 看到河里面 有很可爱的游来游去 是什么呢 小鱼 对了 有小鱼在河里面游泳 游得好快乐 这时候熊宝宝就问了 小鱼小鱼 你游得好美哦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幸福是什么呢 你就是说 我的幸福啊 对 我可以从河里 游到海里 到处游好舒服哦 真的吗 你觉得熊宝宝会不会尝试一下 他什么都要尝试的 他就是很好奇 我也要来游泳啦 跳下去之后 哇 我不会游泳 拼命拼命游上岸 好不容易爬上岸之后 好冷哦 好危险哦 游泳一点都不幸福 我都找不到幸福 天也快黑了 我要回家了 熊宝宝就一面哭一面地走回家 当回到家的时候 妈妈一开门就很担心她呀 熊宝宝 你去哪里了 我好担心你哦 妈妈 我自己去找幸福啊 可是问了小白兔的胡萝卜 还有小绵羊的青草 小鸟的飞 小蟋蟀的唱歌 还有小鱼游泳 通通都不适合我 我都找不到幸福 这时候妈妈就拿出 做好的蜂蜜蛋糕给小熊吃哦 来 熊宝宝你吃吃看 妈妈做的蜂蜜蛋糕 看你喜不喜欢吃 妈妈这个才是我要找的 我就是想要吃这个 好幸福哦 我要睡觉了 我好累哦 于是呢 熊宝宝就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你觉得熊宝宝有没有找到他的幸福呢 有 有 对了 故事讲完 谢谢大家 哇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 之前就觉得很幸福啊 对 听完这个故事 胖鼠很想问小朋友一些问题 知道答案请举手 第一题就是 先等一下 熊宝宝出去找幸福的时候 你记得他碰到了哪些动物朋友 来 一个人讲一个 来 请回答 七帅 掌声鼓励 七帅 还有谁呢 请回答 兔子 来 请回答 想要 还有呢 请回答 小绵羊 拍拍手 还有什么 请回答 拍拍手 那看我们现在讲那个动物 它的幸福是什么 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小绵羊喜的幸福是什么呢 请回答 小绵羊喜欢吃什么 茶 拍拍手 那小兔子呢 小绵羊 小绵羊 还有 那小鸟它的幸福是 飞来飞去 好 拍拍手 小鱼喜欢 游来游去 拍拍手 那小绵帅喜欢 唱歌 唱歌 拍拍手 好棒 所以胖鼠问你们 你觉得 最适合自己的幸福 是别人告诉你的 还是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请回答 拍拍手 那三个小朋友告诉我 你自己觉得什么事情 或是什么东西 让你觉得最幸福 只有你自己知道 别人不能告诉你 你们觉得开心的事 你喜欢吃到什么或玩什么 觉得最幸福 好 来 请回答 我觉得玩 玩巴比娃娃 玩巴比娃娃最幸福 好 还有呢 来 请回答 玩机器人最幸福了 谢谢 好 最后一个 请回答 玩 妈比娃娃娃 也是妈比娃娃 也好 拍拍手 好 希望小朋友都能够自己尝试 然后找到自己属于的幸福 去属于这几件 好棒喔 所以你看 刚刚小朋友喜欢玩巴比娃娃 喜欢玩机器人 其实都是跟 偶偶有关的